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随着人工智慧技术的飞速发展,预计今年底发表的ChatGPT 5.0备受市场期待。 与此同时,OpenAI正在推进客制化晶片ASIC的开发计划,并与博通、Marvel等全球晶片设计巨头进行洽谈。 随着全球AI算法发展,基于Transformer架构及其变种的认可度加速成为主流,底层运算中以张量运算为主的算法确定性逐渐增强,推动了面向张量运算ASIC体系发展的价值量提升。 有业内机构认为,随着AI算法及其架构趋于稳定,客制化ASIC预计将焕发新生,未来产业发展前景充满变数。 全球晶片品类从运算时代的CPU到算力时代的GPU崛起,产业资本支出对算力晶片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需求与产品线的共振,推动了辉达及美股的强劲增长。 大模型算力需求持续紧喷,未见放缓迹象。 近期,汇达增加对台积电高达25%的投片量,预计台积电下半年业绩将超预期。 资料中心的算力规模成为大模型迭代速度的关键因素,在Transformer架构及张量运算成法和构建的高确定性行业发展设计思路下,客制化ASIC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目前,全球算力客制化晶片、ASIC市场主要由博通和Marvel占据。 博通以35%的市占率位居第一,Marvel以12%的市占率位居第二。 据650 Group估计,资料中心客制化晶片市场今年将增长至100亿美元,到2025年将翻一番。 博通的营收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客制化ASIC业务,使其在2023年的下行周期中实现营收增长。 大约20年前,ASIC曾取代通用GPU成为挖矿主力。 随着比特币价值上升,挖矿算力需求增长,ASIC因价效比高,快速取代GPU。 回答意识到主营业务的潜在风险,成立新部门专注于设计客制化算力晶片,旨在抢占未来市场,避免被替代的风险。 客制化,ASIC在特定应用中,效能优于通用,GPU,具有最佳效能的客制化,ASIC在特定算法场景下更具优势。 ASIC的出现,通常是因为特定算法推动了下游晶片需求的大爆发,形成新的客制化晶片。 展望未来,ASIC晶片的发展,将集中在提升算力,实现多核心间的高效协作方案, 以及优化编译器软体设计等方面。 这一趋势预示着,ASIC晶片将在AI技术的未来发展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 AI处理重心正从云端转向边缘端应用,预计客制化晶片的高价效比优势将进一步放大, 市场规模将显著提升。 挥达的优势在于其CUDA生态和软体配套的完善性,以及GPU互联技术的领先性。 这些优势为挥达在大模型算力训练阶段构建了深厚的产业护城河。 在晶片溢价方面,挥达的采购量、远超博通和Marvel拥有更高的溢价能力和规模量产的优先权。 然而,就在挥达正春风得意之时。 据The Information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由于设计缺陷问题,挥达的下一代Blackwell GPU的上市时间已被推迟。 报道称,挥达Blackwell GPU的上市时间可能将会推迟三个月或更长时间,这可能会影响Meta、谷歌和微软等挥达的大客户。 一位微软员工和一位知情人士称,挥达8月上旬已经通知了微软,这也影响了Blackwell GPU系列中最先进的AI晶片的延迟。 The Information补充称,由于Blackwell GPU原计划与今年四季度上市,这些延迟意味着预计要到2025年第一季度才会有大量出货。 挥达的一位发言人不愿就其向客户发送的有关出货延迟的声明发表评论,但其仍然回应称,正如他们之前所说,Hopper的需求非常强劲,Blackwell的样体适用已经广泛开始,产量有望在下半年增加。 除此之外,他们不对谣言发表评论。 微软、谷歌、亚马逊网络服务AWS和Meta拒绝对该消息发表评论,而台积电发言人也没有回应赤评请求。 按照原计划,台积电将在今年第三季度开始大规模生产Blackwell晶片,并从第四季度开始交付给挥达。 黄仁勋曾在五月份表示,公司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出货大量Blackwell。 另外也有消息称,Blackwell GPU已于2024年第二季度末开始生产,任何与原始设计有关的技术问题仍可以通过软体系统解决。 但汇大希望通过更换一些光照,即重新设计,进一步提高Blackwell GPU的稳定性。 而重新设计的Blackwell GPU已经在台积电完成,后续有可能通过台积电追赶缩短延迟,预计将在2024年第四季度成为大批量生产的版本。 但无论如何,由于这次的设计缺陷问题,或将使Blackwell主要晶片B200和GB200延迟三个月,或更长时间,Blackwell大量生产延迟至明年第一季度。 因为在受到惊片后,云提供商通常需要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将其大规模机群投入运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有关人工智慧的支出十分疯狂,在这个财报季,各大科技公司让投资人获得有关支出速度的更多细节。 Meta将资本支出猜测上修至370至400亿美元。 微软上级花费了190亿美元,其中包括四伏器机台租赁。 亚马逊今年至今已花费300亿美元,并表示将在2024年结束时再提高一个档次。 这些科技巨头不断对大众宣传,生成是AI是下一个智慧型手机,下一个网络,是一种革命性技术。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公司在生成是AI军备竞赛中增加支出。 当然,他们肯花钱是因为他们深信这一点。 但支出是否也影响了这个信念? 现在的风险是否太高,以至于即使生成是AI的承诺,无法满足那些崇高的期望。 这些公司及其客户也会试图将其硬塞到不真正需要的产品和流程中。 历史上充实着一些未能达到预期效果的革命性技术。 例如,亚马逊的Alexa数位助理。 按照一位前高阶员工的话说,他们为此甚至雇佣了一万名员工,实际上仅仅是建立了一个智慧计时器。 苹果此前则是每年花费10亿美元开发一款据称会改变产业的汽车,但今年初则突然彻底放弃了这项专案。 如果投资人对微软获利的不耐烦有任何迹象的话,接下来的消化期可能已经开始了。 另一方面,Meta继续在生成是AI上投入巨资。 Meta管理层仍然预计Meta AI将在2024年底成为最常用的AI助手,开源Loma3.1英支援更快的创新步伐,更好的社交和广告商体验和成本效益。 当然,像汽车这样的登月计划只是苹果的副业,对公司来说不算什么。 对于Alphabet,Meta,微软,甚至特斯拉来说,情况似乎更是如此。 他们将AI作为向投资人推销的重点,他们有动机让它发挥作用,而且是越快越好。 红山资本合伙人卡恩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指称,基础设施构建了一个竞相升级的循环, 并认为超大规模企业的行动将更加缓慢,甚至可能是理性的,即使不是互相追随。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